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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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流水 你忘不到个头 没想哥哥 把泪难而流 且想哥哥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的哥哥 回到了村里头 全村的姑娘 为着哥哥笑 哥哥儿的头 但一定这样啊 哼挂着腰帽 写恰着腰 笑得烈烈阿味 难道 睡觉的鸡破 刮啦啦的酒 身边的小狗 也闹开了 鸡脚勾搖 迈儿耗 尽心流氓中一辈子 哥哥却不见了 哥哥却不见了 胡桃 许子哥 你咋在这儿呀 我一直在这儿啊 你来做事 搞工作 许子哥 你看见满河哥了吗 我找他有事 满河哥不在 你找他剩个事 我就给他送个东西 剩东西 就 就这个一张纸条 你还会画画呢 这画的什么鸟这是 这是谁的纸条 别人不让说啊 喜子哥 你连我都不告诉我 不是 你别人真不让我说 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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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兰姐 红林 快坐 我刚才碰着巴图了 他又来这儿饭豆腐了 是啊 巴图大哥天天来我这儿饭豆腐 他还跟我说呀 河那边的人 可喜欢吃你做的豆腐了 说河那边的人都叫你豆腐西施 甚豆腐西施啊 巴掌大哥破豆腐房 破豆腐房 破豆腐房 你这肾也不缺 就缺个牌子啊 牌子 肾牌子 肾牌子 豆腐房啊 你想 人家到你这儿来买豆腐 都找不着地方嘛 我这豆腐啊 只要能卖得出去就行 挂肾牌子呢 你呀 一点商品意识都没有 要叫我呀 我就浑身上下 里里外外 都写上我是卖豆腐的 这事啊 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呀 让有事回去给你写一个 会儿就给你挂上 对了 你再给我提上二斤豆腐 快走 行行行 葫头 雪糕好吃吗 好吃许子哥 来 你以前没吃过吧 吃过 喜子哥 你不知道 我现在待的那家人呀 太有钱了 他们家吃个早饭 要一个小时 小咸菜 小糕点 就七八样 特别香 特别的甜 是 是 那家姐姐对我也特别的好 我的衣服 我的毛衣 裤子 全是她给我的 我特别喜欢 喜子哥 你说好看吗 漂亮 漂亮 葫头 葫头 你面真好 喜子哥 你说也不早了 满河哥我也碰不上了 回头你把这条交给他 就是说我给的 行 没问题 那我就先回去了 拜拜 葫头 路边住严选啊 都往路小心点 千万别让车撞了 有事啊 你赶紧去红莲那儿 给他那豆腐房写个牌子 我这琢磨事呢 写剩写去 真正让你干个正事 你的酸文假出 你是写也不写你 一天就卖上三季的豆腐房 还写个牌子 麻烦不吗 你是写也不写 你敢剩 你敢剩 往哪儿写 我 有写在那个豆腐房那个墙上吗 我知道了 那快快快走 现在就去啊 那可不就现在就去 快点啊 好好好 快去快去快去 快点快点 快去快去 你能等着呢 快点快点 阿花 找你的吧 你小子要走唐花运了 还不快去 快去 哎 肯定儿 你咋来了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我那工地上忙着呢 上车 哎 等一下 你那衣服太脏了 胆胆才上来 该把我车弄脏了 那个 那我就不上来了 你要有啥事你下来说呗 你等一下 真麻烦 你这是干事啊 我给你打电话太费劲了 你跟非洲人联系还麻烦呢 那 那你卫生送我这个 你忘了 你在医院帮过我呀 我这是感谢你的 拿着吧 那 我不能要 拿着吧 我真不能要 要不要 不要 不要 我摔了 那你就摔吧 我真摔了 摔吧 拿着 不能要 拿着 哎呀 这这 使不得 使不得 拿着 你多少钱 我倒是把钱给你了 你怎么这么偷啊 真的 拿着吧 一言 贸领 你可看见了吧 看扇啊 我要有事给豆腐帮 把再携上了 看见了 看见了 二兰姐 你可真是个急性子 那可不 人家这小豆就赶紧办了吧 这现在人家打得不得 就方便了嘛 快来 说 打远处有一匹白马 正向我们飞奔而来 你就说是谁骑上的 王子 错 唐僧 这算什么题啊 我再给你出一个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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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水霞说 你歌唱得很好听 给我唱一个吧 那行 现丑啊 养个独独 手尽忧 停停停 太难听了 你给我唱个流行的吧 我不会唱流行歌曲 怎么可能啊 就唱那个 心太软 早下来的 讨我 你 我真是心太软 对对对 心太软 挺好的嘛 我 我 总是心太软 我总是心太软 停停停啊 太难听了 太难听了 错了错了错了 错了 错了 你坐得干肾呢 咋不睡觉呀 一个人睡觉 没意思 那你觉得肾有意思啊 我想 尽你备会睡觉嘛 你还想干肾呢 别的 我也没想 你还没想着呢 我看着你 你还没想着呢 你还没想着呢 我看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照顾大 这看电视呢嘛这 停一下 停一下 爸爸 你安静点 本小姐郑重宣布 我 耿娟 从今天开始 有男朋友了 以后我的事呢 就用不着各位再瞎忙活了 好吧 男朋友 是谁啊 我哪知道 我还问你呢 那你说会是谁吗 会不会是上次来咱家 那个叫小马的 他那个同学 不像 娟娟不是说人家 满嘴大黄牙吗 取消人半天 不像不像 会不会是他那个医院的 那个小刘大夫 那更不可能了 那小刘大夫家是农村的 怎么可能 对了 他就是刘经理他家那个二小子 这想哪儿去了 刘经理家那二小子 不男不女的 怎么可能 瞎猜 是谁呢 别瞎猜了 猜得我头都疼了 哪天让娟娟把他男朋友带回来 我们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睡觉 睡觉吧 对不 两块钱 马河 十分钟以后我去你们工地接你啊 干事啊 我 我 我中午有事啊 什么事啊 我那个 好几天衣服没洗了 我得洗衣服 你拿个袋子把衣服都装上吧 我装上干事啊 这要打你的拿怎么那么多话呀 好 好 好吧 喂 马河 我已经到了 你快点出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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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永娟 你你 你让我拿这些衣装干啥啊 都扔了吧 扔了干啥 也不是什么好衣服 叫你扔你就扔嘛 这些衣装都好好的 干啥扔了 算算算 你放后备箱里吧 你拿来呀 上车啊 上车啊 走啊 去去哪儿啊 去给你买衣服啊 走 太贵了你 贵什么呀 买一帅走 别别别别 我不去 干嘛呀走吧 我真不去 那你在这儿等着吧 来 喝啊 给 这个我不能要 你拿着 我真不能要 你拿着 我不能要 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耿 耿娟 干嘛 耿娟 你把货币枪开开呗 干嘛呀 我 那个把那衣服给我 哎 你给我打开呗 你刚怎么开的 耿娟 我 好 你好 妹子啊 嗯 你这儿有墨豆腐的机器吧 有呢 这就是 就这个 对啊 这多少钱一台啊 两千一百五 这么贵啊 嗯 妹子啊 还有别的型号吗 我这就这一种 这质量咋样啊 质量挺好的 我进了五套 都卖的就剩这一套了 嗯 那我回去再想想啊 行 妹子 回头见啊 嗯 行 你再来 哎 哎 马哥 我走了啊 哎 哎 许子 我以为不顺 行的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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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料去 料去 料去 有 有 有一个 成点的姑娘 想跟我出朋友 是那一户是吧 啊 这个红年都结婚了 你心里也该放下吧 切个字吧 啊 快 两半多八斤 对 你先领好一次 你还不知道我吗 我这个心理员 一直就是 我觉得这后是挺好的 我觉得咱配不上人家 哎 我问你啊 是你追的人家 还是人家追的你 那是人家追的你吧 那手机也是人家送的吧 哎 这他父母做什么的 我还知道 你打听打听啊 哎 这如果他父母是有闲有势的 那你还可以沾点光 这再说了 我也可以给你沾点光 去去去去去 沾了什么光 你说人家父母要是看见我这德行 人家不同意 哎 都是折腾半天呢 不是 你平常挺精密的人 这怎么现在变成豆腐了你 一 prost CV lights in 秋风 闹磨快点 我不会又不是个店磨 对红莲 但这5роб 这店磨一天 能磨多少斤豆腐啊 engag 今天 这一小时啊 就赶上石墨天的活 能忙那么多了 那我这儿有钱嘞 你明天赶紧把那店墨搬回来吧 阿兰姐 那行吧 你这时候要钱就跟我说一声 我又没个用钱的地方 我把我那点钱 放在你这儿入个小股不咋样 等你挣了钱 姐也能沾点光了吧 阿兰姐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是快做生意的料吗 你二岚姐吧 是干身也行了 红莲 我说你们俩趁个年轻 就要个娃娃嘛 要不这岁数大了也没精力了 你看这日子过得也挺红祸的 也该要个娃娃了吧 你快别说了 阿兰姐 咋嘛 这是个正话嘛 来 来 来 徐满河 我跟你说我家的水管坏了 你能不能过来看看帮忙修一修啊 那 那下午吧 好 那我等你啊 满河 哎 满河 满河 哎 满河 满河 你这是 耿总 啊 耿学说家里水管都坏了 让我过来帮她看看 爸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满河 这是我爸 这是我妈 妈 她是徐满河 你好 坐 满河 满河 上次你抓小偷啊可出大名了 那市里啊 特意到咱们公司来表张过呢 说咱们公司这个 员工素质高 得好 还有那个干什么怎么办 爸 行了行了 人家不是来听你表扬的 可不然你赶紧带我去看看 那个水管的坏的位置 我好赶紧收拾 我骗你呢 我家水管哪儿都没坏 水管没坏啊 嗯 那那那行 那个 我工地上市还挺多的 那个那我去忙了 耿总 阿姨 我先走了再见 你不坐会儿啊 满河 满河你等我一会儿 这小伙子挺精神的 我工地上了一个民工 民工啊 你说这民工 进了城换换水土 到处的人五人六的 也跟个人似的 满河 你等一下 耿君你也真是 你咋就不告诉我 耿总就是你爸呢 我认为这是咱们俩的事 你要是这么在乎的话 那我要不要告诉你 我爷爷是做什么的呀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盛也不告诉我 你看我刚才尴尬的 这有什么好尴尬的 最多就是有点吃惊嘛 耿君 我发现你挺深的 你讽刺我呢爸 我一种专生有什么好深的 听不懂 走不走 咱们逛街去 走 妹子啊 你又来了 我又来了 那个上次收的多少钱来着 两千一百五 妹子啊 我来跟你商量一下 你看呢 我也是诚心想买这机器 能便宜点不 便宜 我看你来第二趟 就给你便宜一百块钱吧 行嘞 不过妹子 我再得跟你商量一下 我呢就带了一千两百块钱 这还差着八百五十块钱呢 你看这样行不 等我过两天把钱送过来 嗯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 我就是咱老合口的 嗯 要不这样吧 我就把身份证留下来 过两天我用钱来数 行不 行呢 行呢 太谢谢你了 妹子 那我现在去推车 一会儿来拉木 好好好 嗯 那我先走了啊 行 你慢走 姨姨 你不知道 满河吧 在我们村的小伙子里 长得可是最帅最帅的了 喜欢她的姑娘可多了 是啊 哎呀姨姨可不是嘛 我知道好几个呢 有马红莲 罗筐 王尔鸭 还有刘贵兰 对了姨姨 你知道刘贵兰她长什么模样吗 她呀一张饰饼子脸 一排着大黄牙 那眼睛吧笑得就跟绿豆一样 就她那样 还喜欢满河 满河 满河不理她 她跳黄河 吓唬满河呢 是啊 是啊 不过我觉得吧 这些人里面 也就罗筐长得还行 不过她走路就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姨姨 我给你学学 你看着啊 快走啊 对 姨姨 她就是这么走的 可好玩了 对 对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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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许子 许子 我问你个事 你是不是早就听说 不 耿总是耿着她爸了 我不知道啊 我昨天去她家了 这好事啊 满河 你小子这下要发达了 发达个圣 那大小姐万一哪天要是不高兴呢 在她爸面前告我一场 你说我在这还干得下去吗 你猪脑呢 你咋就能让她不高兴呢 哎 满河 你换个脑子想想行不行 正意思啊 这是耿总的女儿看着你 又不是你首先看着她 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 这有剩区别 剩区别 你脑鸡水啊 说吧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少给我装糊涂 许满河怎么办 你是不是还打算 跟她继续处下去啊 耿总 这话说的 我怎么就不能跟她继续啊 是啊 我承认 徐满河这个后生不错 我也承认 这个后生呢 人品也不错 可是做我的女婿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剪个蛋 再好好想一想嘛 你说咱这种人家 应该剩找个农民工嘛 她跟别人不一样 她有剩不一样 她有剩不一样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你抖个剩啊你啊 耿总 你这话说得不对吧 你不是成天说 这许满河这优秀那优秀的吗 怎么一道具体问题这就全变了 优秀归优秀 我告诉你农民的就是个农民 你你不也是个农民吗 娟娟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了 你叫我咋跟他说话 你们俩也从村里出来的 不就农转飞早几年吗 农转飞 反正我现在已经飞了 飞了怎么叠 我给你拿糊口本看看去 城镇本 红皮的 是吧 是不是你爸你妈又跟你生气了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 你爸你妈肯定 不同意咱俩在一起对吧 是吧 当初我就说过 你爸就是对我这个农民工不愿意 你家里人现在为难你 你打算咋办 我还想问你怎么办呢 你害怕了 我听你的声音都有点发抖 你怕我爸他在工地报复你欺负你啊 有这样一层关系的欺负我 我也不敢反抗啊 反正我也想好了 打不了我就换个地方呗 我就不在你爸这干了 我想我爸他不会这么做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他女儿 因为我是他女儿 耿娟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回家吧 不回 不回 不玩了 累吧 不玩了 我再想啊 你说这个许满河 他为什么咬着咱家娟娟不放呢 许满河是咬着咱家娟娟 还是咱家娟娟咬着人家 扯得很难说啊 你这不是有病吗 娟娟能咬着农民工不放吗 我说明是许满河咬着娟娟不放 看这个许满河 是冲着咱们财产来的 你看你那个闺女傻不拉机的 还以为许满河对她好呢 你别弄着咱俩辛苦一辈子的财产 被这穷小子给奔跑了 一想着我腿肚子都冲筋 你看你 这不是 这 这抽上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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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怎么事这是 我跟你说呀 你这不是腿肚子抽筋的事 是心胸狭窄 心胸不给我开过来来来 我给你揉揉来来 行了 行了 人家是腿肚子抽筋 你 你搞什么心胸开阔吧 嫂子 我昨天啊烙了点锅盔 带上吧 行 给我底弄饭呢 好 嫂子 麻烦夫给我烧点毛线吧 行了 你要剩色的 水红色的 水红色的嘞 好 邝啊 记得把咱 给我豆子泡上啊 没问题啊 慢点 走吧 那今天再泡五十斤 行了 好 慢点啊 嫂子 好 嫂子 别忘了那个水红色的啊 记着呢 这三天不回家 你去哪儿了你 你拿着当什么了 大车店呢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啊你 那徐满河也太过分了吧 咱也不能让你三天不回家吧 我还告诉你 那个徐满河 我今天下午 就让他从我公司滚蛋 你要是敢这么对待徐满河 我就死给你看 叫你去 让他去死 气死我了这是 还有房间吗 请把身份上给外端寄一下 满河 你带身份证了吗 编馆规定没有身份证不让登机 谢谢啊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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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妈 你还知道叫我妈呀 你几天没回家了 你知道不 这几天我让你气得 心脏病都犯了 一天一瓶救星完呢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丫头了 干什么呀 这是医院我在工作呢 宝贝 我这几天把你爸都骂过了 你别再跟他生气了 听话 卷卷下了班 跟妈一块回家 卷卷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答应 你闺女真的不回家了 认了吧 这闺女要是回来 你可不能再犯驴了啊 你要是再犯驴 我们全家都走 就剩下你一个人 好吧 好吧 可是这 娟儿 娟儿 回来 回来 你爸下软蛋了 你爸说了 只要你同意啊 只要你同意 你想咋办就咋办 妈给你熬鸡汤去啊 干什么呀你 你想憋死我呀 马河 妈 我要跟你说什么 你猜不出来吧 就知道你猜不出来 听着啊 警报解除 外事打击 我今天去不了了 你帮我去卖吧 嫂子 怎么又让我去啊 家里电墨坏了 我得找人来修呢 这我哥也真是的 一点电工知识都不懂 我还喜欢弄那机器 现在弄坏了 他都高兴了吧 快走吧 快走吧 不然就太晚了 那个水水开了 你赶快灌一下吧 走吧 哥 我来吧 我来修 咋行了 我来吧 你坐上 别让你搁骑嘛 没事 走了 嫂子 小心点啊 我来 娟娟 快吃饭了啊 姥姥姥爷都来了 都等你呢啊 吃饱了 快点 今天呢 全家人都在 我说两句话 娟娟 你和徐满河的事 家里的态度 你是知道的 我们不为别的 都是为你好 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我们也就认可了 我和你妈呢 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 其中的勾勾坎坎 鸽咳碰碰 你是不清楚啊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爸爸呢 是希望你过得好一些 这以前呢 误会也好 分歧也好 从此呢 咱们都不提了 你过得好 姥姥 姥爷 还有你妈 我们大家祝福你 祝你过得 过得好 赶紧 赶紧 现在可以开饭了吧 这孩子这么没正型呢 你怎么 老爷 赶紧允许咱们吃饭了 亏抽啊 来 接着 姥姥撒死这 喊你的洗衣精 姥姥 我现在就敬你一杯 好吧 姥姥是喊你的洗衣精 是不是有嘴帅上去 真是的 是啊 喜酒的味道 是吧 还是香啊 真是漂亮 漂亮吗 漂亮 我大小就是这儿长大的 我反正习惯了 还看见葵花 满河 这边是什么呀 高粱吧 什么高粱 这你都不认识 这是高粱汤二哥 玉米 满河 我想摘一个葵花尝尝 咋啦 你哪个呀又馋了 许满河 来 讨厌 追我 好 好 站住啊 满河 我能看出 你的家乡的热爱 满眼都是柔情 我是真佩服啊 给黄河起名叫 母亲和的那个 缓缓的 暖暖的 宽宽荡荡 那不是母亲是什么 你别胡说了 人家叫母亲和 是因为黄河 她绿绿的滑下而雨 拉倒了 你说的都是书上的词 你说如果是给黄河 起名叫做爸爸 叫姑 叫姨 叫爷爷奶奶都没有 还是叫母亲最合适 你可真逗 谁叫红河爷爷呀 母亲呢是最伟大 好像叫二姨就欠难以死了 不听你胡扯了 你不觉得最真的 最美的 就是最朴素的吗 朴素 那窝窝头最朴素 她美吗 你觉得窝窝头不美呢 是因为你们又饿肚子吗 对于饿着肚子的人而言呢 天底下没有什么比窝窝头再美的人 最后的风靡 这次在河 上午 Jack 去吧 走劲上舍万岁 绕来绕去 不过再把回家的路寻英明 快也吧慢也吧无所谓 最后一步又乱停在妈妈的话 回家回家 回家是一个不怕重复的主题 家里有妈妈和水浇浓的土地 家里有妈妈的影子和气息 家中的情人我不把你牵挂 家乡的炊烟在你的梦里 家乡的炊烟在你的梦里 回家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麦芸 到此后 麦芸 感谢观看